花蓮县万荣乡马远部落聚会所近日也正式启用了 万荣乡长谷明光感谢立委孔文吉大力的争取 也获得原民会核定经费2000万元的兴建 而聚会所启用后将提供族人办理岁石祭仪 文化展演、产业推广等活动 传承原民文化对部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万荣乡马远村民以传统的歌声来迎接原住民多工人部落聚会所启用旗派仪式 万荣乡长谷明光也感谢立委孔文吉大力的支持以及争取 然后有现在采用的一个成果 然后尤其是我们孔文吉立委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协调土地的问题 并不是相同是因为要跟陷阱级、凤林分歧 所以每次孔文吉立委下来都非常关心 进度如何、进度如何 所以他接终协调让我们的进度非常顺利 所以大概我们这样的经贵更感谢 尤其是孔委员他对我们的培野第一期 殡葬经贵及原住民的一个经贵手 一直在监督我们的中央 议算提高、议算提高 对于孔文吉表示 由于万荣乡公所汉马远村的村民们 相当期待部落有自己的聚会所 核定总经费2000万元来兴建 聚会所将提供族人们办理碎石记忆、文化展演、产业推广活动等等 传承原住民族文化对部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个马远村集会所呢 当时是由我们前任的乡长苏连进 监议他是希望说能够把那个原来的警政署的这个一块地啊 那个作为这个集会所使用 后来为了为了这个土地的移波啊这个等等啊 这个跟警政署啊 花莲县警察局跟那个我们万荣乡公所这样协调啊就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到这个土地的副葬还有分割都完成之后呢 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再经过我们这一次的乡长 古民光乡长 他的努力呢 我们终于在107年的时候把这个经费呢 核定了 就核定 所以在这里特别 然后在109年呢开始兴建 这个到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这个在110年的时候完工 所以这个想到这个是经过了10年争取的过程 这个从土地的取得 拨用 然后经费的核定 这样等等啊 总共花了10年时间 所以在这里是特别要感谢我们万荣乡公所 他们的努力 而且他们的坚持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 万荣乡公有三座部落聚会所纳入花东基金聚会所新建计划当中 除了已经启用的马云部落聚会所之外 目前还有名利部落聚会所 马太安部落聚会所正在新建当中 另一位空姐表示将与万荣乡公所继续努力 如期的完成各项多功能聚会所 记得喜欢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